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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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What's up everyone! 這是風習王的小屁孩 那原本這一集呢 是想要鞋屏這個Agent 1 Fragment 不過鞋子呢不在我手裡 所以我有點心急想要拍一個新鞋屏影片 我就想說先拍這一雙鞋子好不好 好 今天我要介紹這雙鞋子 也是一個很屌的鞋子 它是什麼呢 Rick Owen Adidas Tag Runner 2 鞋子的名稱當然就叫做 Rick Owen Tag Runner 那旁邊這裡有一個男女的標誌 我猜是因為這個鞋款是男女共用的 尺寸是US10 那這是我的延尺寸 很多人都說要拿小半號 我是覺得這雙鞋子我穿延尺寸 是有一點點鬆 所以還可以接受 那有些朋友腳可能沒有這樣擴 建議你們拿小半號 鞋盒上面呢 就有著一個很簡單的 Adidas跟Rick Owen的logo 然後這雙鞋的鞋款呢 其實是2014秋冬的鞋款 那 Tag Runner 1 其實是2014春夏鞋款 鞋子打開 裡面呢就會看到一張卡片 上面有著 Rick Owen跟Adidas logo 然後後面呢 有著各國語言的說明 那鞋子呢 哇 鞋子拿出來呢 不再是橡膠味 而是很重的皮革味 那而且呢 鞋子一邊呢 還附上這個吊牌 那上面吊牌呢 也是有著他們兩家的logo 然後後面呢是尺寸表 鞋身呢 他們是採用了黑色的雞皮 然後這裡呢 有著一個很經典的Adidas設計 那中底呢 我看很多人都說 中底的設計靈感呢 是來自建築物 其實呢 我在網上找了一些資料 做一些資料整理 發現到原來中底的設計呢 其實是來自戰鬥機 而那一台戰鬥機的名字呢 就叫做 Stealth Bomber 然後它的中底呢 其實不是白色 是偏於米色 鞋頭的部分呢 一樣的也是採用了黑色的雞皮 那往上看呢 你可以看到他們用了最近很流行的材質 那個材質呢 就叫做Neoprint 也就是類似潛水衣的材質 鞋子內側呢 一樣的也是黑色的雞皮 然後這個戰鬥機設計的中底 鞋跟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最上端呢 是一個白色的雞皮 那如果雞皮放在這個部分呢 有一個壞處就是 它會軟色 尤其是你在穿牛仔褲的時候 很容易軟到顏色 而且很容易骯髒 再下來呢 這個材質呢 就很特別 他們有做一個紋路的處理 那中底在這一個地方呢 看起來呢 還真的是有點像木雞鞋 鞋舌呢 它就很簡單的 沒有打上任何的Logo 那材質呢 也是Neoprint 那鞋身呢 它是採用米白色的顏色 這雙鞋子的內襯跟鞋墊呢 都是採用黑色的皮革 所以穿起來呢 是有一定的舒適度 那在鞋墊上面呢 他們有印上這個 這個Adidas跟Rick Owens的這個Logo 這雙鞋子的鞋底呢 也就是它 Icon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鞋底呢 是跟一般Rick Owens的鞋底呢 是一樣的 那它的設計呢 是採用了尺狀 那種牙齒型的 有點像AJ5那種旁邊的牙齒設計 那後面呢 你可以看到是有一個 Adidas跟Rick Owens的這個Logo Fund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这双鞋子呢,还真的是MORE TO DESIGNERS SHOE 它不像我们一般的那种篮球鞋或者是运动鞋 它是设计师的鞋子 不过这双鞋子呢 很妙的是它没有打着太大的logo或者是标签 它是Brick Owen或者是Adidas鞋子 可是呢 它的辨识度却很高 几乎看过一次的朋友们都会记住这双鞋子的样子 那我还蛮意外呢 这双鞋子真的是很好搭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双鞋子会很难搭 不过经过一番穿搭后 我觉得这双鞋子其实还蛮OK的 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双鞋子呢 我想这个配色呢 应该是都卖完了 只剩下全黑 然后全白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白身 然后黑底的这一色鞋款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麻烦你帮我按赞 然后分享 如果我讲的不对的话 请你麻烦在下面直接留言 然后更正我 我还会比较珍惜这一种交流的方式 因为我也是会有错的时候 所以还是要麻烦你们多多更正 多多收看 这是风小王西基纳小片 See you again